好 還要來看到 就在圍台軍演之後 國防部今天清晨指出了 中共遼寧艦編隊 又出沒在台灣海峽 對此國防部長顧力雄 有最新回應 我們把時間交給主播陳靜怡 靜怡 好 但你掌握在立法院的焦點 針對共軍遼寧艦編隊 通過台灣海峽 國防部表示都有掌握 並且釋切應處 國防部長顧力雄 更進一步證實 這個遼寧艦編隊 憲政通過台灣海峽當中 我們趕快來聽 姚林浩從他參加 參與聯合力艦演戲之後 然後所有的動向 我們都有清楚的 用聯合情節所在密切的掌握 那現在當然 他現在正在通過台灣海峽 沿著中線以西到北施 我想我們都 密切的掌握當中 這是手勢嗎 不是 不是吧 你照回的嗎 關子部的 關子部的部分 我想 關子部的指揮官應該是 因為他有這個 淡水河航 這個介護的一個任務 那可能 關子部的指揮官 他認為他的 戰備任務的需求 所以他召回大概是 建築地在附近的這個25米 這個國軍同仁回去 然後來作為他這個戰備任務的需求 我想 但我們光顧整體而言 並沒有提升這個戰備 而面對大陸的圍台軍演 我方可能會進一步突圍嗎 今天顧力熊說了 這個操演和實際的風控 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而至於輕鬆一點的話題 是未來國定假日可能會增加嗎 因為不同的立委都有提案 像是國民黨立委陳玉政就提案 823紀念日應該要放假 民眾黨則提案 像是勞動節 教師節 應該要全國統一放假 如果提案統統通過的話 未來每年可以多放10天的國定假日 內政部如何回應呢 帶您來聽 下日是有可能的嗎 這個部分還是要有一個公司 這個一定還是先聽大家的意見 好 內政部強調 現在就是聆聽各界的意見 來尋求共識 好 以上是在立法院的最近狀況 把時間交還給彭